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是 怎么伴奏啊这是啊 哦 是伴奏 我的天呐 我以为是歌呢 不好意思啊 我乖的重新来一下啊 好 每天起床第一句 先给自己打个气 一次多借一米 都要说想对不起 默契默契 看个光明 伴奏朋友们啊 这个《烦人精》又来了 我要看着玩着你 H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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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看着玩着你 H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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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烦人精》又来了啊 特别烦 每天都播啊 我真的是看得够了 看不够吧 是吧 好吧 谢谢朋友们 感谢新哥哥啊 好吧 啊 为什么呢 其实今天我真的我在考虑要不今天就不播吧 为什么呢 我在考虑今天不播吧 因为我连续三天让你们看到 你们就没有新鲜感了 就觉得没有什么期待了 所以我今天就停一停 但我看了下明天的通告 我明天虽然戏不多 但是 我网上肯定直播不了 嗯 网上播不了 是吧 谢谢李敏儿 感谢潘满 谢谢我们这个潘满啊 感谢潘满 谢谢潘满 我们过 是吧 齐人节你过 光棍节你过 那怎么节你都过 是不是 所以我想说光棍节那咱们一块过 好吧 一起过啊 一起过啊 是吧 陪我过 好嘞 过年 卡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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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全体 人生我的卡鲁 行吧 啊 然后明天 所以明天播不了今天 我先播一下 好不好 走到我看有朋友 在这个抖音里发什么的 发我 恭贺摩登兄弟连续直播两天 这玩意我妈给恭 恭贺的 啊 这是很简单的事嘛 只是我比较 今天比较忙 然后这个 播的比较少 所以会导致让你们这种错觉 平时日子我就是播里还挺贫的 对吧 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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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都 有时间就不饿 在外边呢 那你们真好啊 你看 打个比方 今天光棍节嘛 过节 过 节过不过 另说 咱们可以出去溜达这个嘛 谢谢您七啊 该您七 谢谢吴信尤 这个过不过节另说 大家可以出去溜达旅堂 逛逛街啊 看看电影什么的 啊 多好 那我在这剧组里这横店 啥也地方没逛啊 没有什么地方逛真的是 特别 特别 法味 没什么事干 只能直播了 啊 你不在这一天真心 和突然而不尽 好好的爱你 要去开灵 只能一闪那么踹 都要造 tournament 她是要被战 海边的 坚持风等 北厚是北京厚海那片吗 后来我详细的了解一下 北厚就是北京后援会吗 我一直以为是北京厚海那片 咱们去玩去 走去北厚 北厚去玩去 比如去 走去那个鬼街去玩 这种感觉啊 北厚 北京后援会啊 他们好多人在一块 说起心里话 搞了一根传销似的 北京后援会啊 我不是针对这个北京后援会啊 不是那个意思 咱家很多那个会员会啊 我每次我看到就特别感动 感动至于呢 我就看 看了我会反复看几遍这些朋友的笑脸 看完之后呢 我感觉这什么像一个传销现场 啊 你们最爱的是谁 马登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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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就有点像 你知道 我这个人就是 脑洞大啊 但是我其实 80%是感动 那20% 那个 是那个 我刚才说那个啊 真挺好的 但是我想说很好 大家在一块氛围 然后还有一天 前天的时候吧 应该是你们聚会是吧 前天应该沈阳会会聚会 然后那个 呃 正好赶上我直播 我看那个现场的地方租的可好了 能现场看我直播那个哈 大家在一块吃饭喝酒看我直播 我要知道当时我就敬你们一杯了 啊 我知道的话就敬你们一杯了 但是我不知道啊 你们没告我 告我 大家都在在看我直播 我就在那吃 还在那聚会吃饭呢 多好 对不对 哎呦 我 我觉得很好啊 就是 反复让你知道这个 往后余生为爱摩登 这四个 这个八个字啊 就可能它是个口号 但是我希望它是一个 一个纪念吧 一个纪念 就是 我一直在说嘛 一个纪念 往后余生为爱摩登 它这句话 并不是你随随便便说出来的 真的 你说出来你就要负责任 能不能负责啊 不好意思怎么称呼女王大人啊 能吗 能负责啊 对 就你说出来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 谢谢蚊子 不点蚊香啊 自己一直都收拾 我们收下的快乐 自己想要的快乐 自己又有谁 是不是 我希望你就负责嘛 不要光说说 欢迎蓝牙啊 欢迎朋友们 说好妈妈啊 谢谢谢谢朋友们 赖好我们了 你说 追个星还被碰瓷的还被 追个星 你就是喜欢 我就喜欢这小伙子听歌 然后 关注一下 然后被碰瓷的 不想走了 这到谁说理去 对不对 非常好 非常好非常好 先给大家去过节去了 过节了挺好 然后我一直跟大家说的什么呢 就是 你在做任何事之前 一定要把学习工作 还有你的生活放在第一位 生活 当然学习包括你的这个 平时的上学啊 平时上学的学生啊 包括其他那个 呃 在工作岗位上的学习 那第二 生活什么呢 生活就是你自己的 家家家家庭啊 啊 这个就算你生活部分嘛 家庭 呃 然后那个呃 自己的孩子呀 然后父母啊 然后每天的日常啊 这个一定要放在最前位 对吧 你把这些东西做完之后 都放在首位啊 然后你再来关注我们 支持我们 我觉得这个 是我一直在说的 是吧 嗯 谢谢小白哥啊 谢谢小白哥 哎呦 这到时候我在 我为了值得不过 我再找个 找个婚纱影楼 我去化个妆去啊 哈哈 这还不是什么金曲糕 也不是什么那个 那个 舞台啊 日常点 就下了班回来 我就这样 哈哈 下了班回到家 你看到我真实的那些面孔 我自己不是自己抓的啊 那我 我那个这个 造型师给做的啊 哈哈 哈哈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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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我我想说 今天我 就是这两天我一直在 嗯 因为后期有几个节目要参加 一直在选歌啊 一直在听歌啊 包括专辑 我要开始录一句 要开始做了 所以我最近一直在听歌啊 听当下的一些 我因为我前一天一直在拍戏嘛 包括之前一直在 走这些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 往前走呗 咱们就参加节目啊 或者怎么样的 那些去想那些东西了 但我已经很久没有沉下心来来 好好听听音乐 想想音乐的东西了 所以我今天想了一下 然后今天无意当中 听了一首歌叫做什么呢 叫做 年少有为 你们听过这个歌吗 听过这个歌吗 李荣浩的一首歌 年少有为啊 我之前我是在抖音里听到 听到的 我觉得这个歌 我其实当时我没有看歌词啊 然后呢 我就今天我就 刚刚才下午的时候 我就听了这个歌 年少有为 听完之后我才给我听哭了 真的 就他给我听的都感动了 你知道吗 我不开玩笑啊 不是开玩笑 这个不用相信百分之二十 谢谢余点啊 感谢余点 就给我听了 听他点哭了 你知道吗 真的真的 他里边有一句歌词什么 假如我 年少有为不自卑 懂得什么是珍贵 那些美梦 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些美梦 没给你我心里有亏 真好啊 真好 假如我年少有为 致进退 就很 就可能就是他在 就怀念过去嘛 而且是在他这个 以前的女朋友的婚礼上 和现在的他的先生 就多喝几杯 就是来祝福他 那种感觉真的太 太痛苦了啊 我觉得这个歌词写太棒了 真的 太棒了 有朋友说 你是不是想你前女友了 其实真不是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 不一定是经历了 你才能感受到的一些东西 比如像你看那个什么 看那个电影 你看电影的话 你通过那个画面 你可能没去过原始森林 但是你能感受到原始森林里边 带给你的感受 对吧 不一定是说 你看到原始森林 你这个比如说 你看到那个 速度与激情里边飙车 你觉得哇太过瘾了 有你朋友问你 你以前飙过车啊 肯定你也没有飙过车嘛 对吧 它有些东西是带入感 给给到你的 你会觉得很激动 并不是因为你做过的 才会激动 所以我想解释的就是 我没有想到前女友啊 但是呢 我因为我 人就是作为一个歌手嘛 一定要有女朋友的 歌手也好 演员也好 我不知道啊 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要求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 丰富的内心事件 恰巧我也是摩羯座 又有那丰富的内心事件 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我可以给自己内心虚拟出来 一个女朋友 然后 这个歌讲述的就是我和那个虚拟的女朋友 发生的事 然后用 他这个虚拟的女朋友 就我 欢迎ORSAY 帮好了 谢谢小白哥 然后呢 虚拟的女朋友在我的脑海当中 跟我谈了一场恋爱 然后呢 我们发生的事 就是这首歌说的这些词 然后再通过我的感受 把这首歌表达出来 就是属于APP女友 就把那个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歌 所以我看到那个歌词 那一刻我马上虚拟出来一个女朋友 和她发生过这个事 然后 把这个歌词带入给我的感受 带入到 再反馈给这个歌 我再去听她 啊 差点哭了 谢谢ORSAY 所以我想 今天先给你们唱首歌 这首歌叫做 年少有为 为什么要现在唱呢 又怕一会儿忘了怎么唱了 因为非常的不熟 是我直播前临场学的啊 谢谢ORSAY ORSAY非常好 为什么说呢 那些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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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句老是唱不好 那些迷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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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我越改還是可以的 但是有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就會突然卡住 那些迷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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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給我自己腦袋洗腦把那個旋律記住了 那些迷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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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一直閃 聯絡方式都還沒閃 那些迷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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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修 一彎熱的皺 你把我沒夠 都留一半帶走 那些迷夢 給你形容 美好經過 你長長眼睛揮紅 原來心疼我 我那時候不懂 那些迷夢 那些迷夢 連夜都不停 那些迷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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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地方睡觉吃饭 可怎么去熬 日夜点到脸头宽 也走不到 长半被我灿烂 到现在很没胸 你宛热的重 你怕我没够 都留一半带走 给你心落 美好今后 你长长眼睛挥红 原谅心痛我 我那时候不懂 假如我年少 有为不自卑 懂得什么是珍贵 那些美梦 没给你 我一生有亏 假如我年少 有为之进退 再不会让你贴我手对 婚礼上 我喝几杯 和你现在 难为 假如我年少 有为不自卑 尝过后悔的滋味 尽量 我饿过后悔的滋味 我倒过了 却想想退回 假如我年少 又为之进退 再不会让你 替我受罪 婚礼上 都喝几杯 和你现在 在哪里 我会让你贴我 那边 也会让你贴我 那边 也会让你贴我 我为之辈 我会让你贴我 你贴我 这边 都喝过后悔的滋味 3個謝謝ORS 感謝小辣椒給我送的這個浪漫櫻花啊 你還唱好 這歌不太熟 不太熟 然後呢我一直在注重著我唱其實 我沒有投入太多的感情在裡面因為我不熟 假如我年少有微 不自卑 懂得什麼是珍貴 那些美夢 沒給你我一生都有虧 真好 怎麼說我們那也能寫到這樣的歌啊 有比啊 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歌手也好 作為一個什麼演員也好 一定內心世界也要很豐富啊 也很豐富 我就是一個內心世界非常豐富的人 但我表面上我都不說 我這人可能忍了 真的 可能可能忍了 就通過什麼能體現呢 卓哥穿拖鞋在屋裡 我現在一點就是 一點都沒有發脾氣 你懂我說我什麼意思嗎 我特別能忍 我特別能忍 開玩笑看看哪有沒有沒有味兒沒有味兒啊沒有我看作歌都拘謹了我還弄把回你弄一弄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 那些那那些 把他拿写什么呢啊 谢谢我OSY感谢朋友们啊谢谢 小白哥还有潘潘新哥哥啊蚊子莱尔 谢谢米雪儿逗逗平平啊月月妈还有我爱奶茶 更爱摩登 啊这个 我想说什么呢就今天 你们看不够吗 看够直说啊我就 我就往后骚一骚了啊我就 其实还好因为以为我之前我们的生活就是每天都直播嘛 但我们的场景不是这个饭店 我们在安东老街嘛 以前每天都直播但是随着这个发展嘛 有些东西回不到从前了 然后 可能 说一些话我有点的我有点我现在 以前我是不太习惯每天不直播 我现在有点 不太习惯每天都直播了 但直播这件事一定一定是要做的啊 就是我现在有点不太习惯每天都播了 你知道我一直播有种什么感觉的 这种错觉 过期了 过期了 我说是连续直播啊 连续直播 就是 这不是说这播一次我就觉得过期了 我就连续播 没有 没有 没有别的事干了 只能直播 我说节日快乐啊 你啥快乐的 双十一我说这个 你们都买东西了吗 节奏 韵律 心跳 掌声 他们都说我带起了一条街的繁荣 其实我只是这数以一级的普通购买者之一 带着七级奔赴这场盛大的购物party 我所期盼的绝不是高不可按 而是带有烟火气的温暖 和 贴心的排雷指南 十年陪伴 什么玩意 汇聚人海 我只是我 有朋友说这个台词被熟了 因为我给你讲有的时候我每天晚上洗完脸我都要看一遍这个宣传片 洗完脸绑个发带躺在床上敷面膜的时候我要看一遍这个宣传片我要告诉自己对我是长这样 不是长的刚才我洗脸那个样 跟着买不摇摆 开始这个这个这个录这个也录这个时候挺有意思的啊 他说 那小宁那个录一个那个录个声音吗 我说要不就不用我的声音吧就录一个那个非常就已经那个专门有那种的配音的嘛 我说找一个配音的就给我录呗 对吧 我我声音不好听 他说其实也行 但是最好你是录一遍我看看能不能用不能用你实在不能用我咱们在用别人的 我说好吧我就录啊 他说你就是 你稍微就是就是 因为我的声音说起心里话其实没有什么不好听 不像以那个别的那个那个男的啊 就那种 嗯小哥哥 哎 你们在做什么 那请问对面有什么少姐姐 让我开心一下的吗 对吧 我不是那种那种就是那种网上那种特别特别你会觉得 这个男人声音好好听 我不是那种声音 我的声音就很直呗 很扁 假如我年少有呗不自卑 懂得什么是尊贵 我就有扁有土有有那种的 所以不是像网上那种小哥哥那种的 嗯小姐姐可以让我聊你一下吗 我不是那种声音我也做不出来 所以呢我就说想说我的声音可能不好听啊 然后他说你的声音要有点这个稍微厚实一点 我说好吧 我试一下啊 节奏 韵力 心跳 掌声 他们都说我带起了一条街的繁荣 旁边的女儿会不行不行您哥 这样哪行就不行啊你 你就静瞧嘛 我行我来个播音枪嘛 节奏 韵力 心跳 掌声 他们都说我带起了一条街的繁荣 其实 我只是这数以亿计的苦衷购买者之一 来不了他 你这些正常嘛 那我行那么就正常了 节奏 韵力 心跳 掌声 他们都说我带起了一条街的繁荣 其实我只是这数以一级的普通购买者之一 带着契机奔赴这场盛大的购物party 你这也太随便了就正常点吧啊 录个正常版所以我又回来我就就就你们现在听上那个版本 我其实我每次听完之后我我看我那视频其实我都是 但是音量关于特别小 海列文刘露超 节奏 因为他们都说我带起了一条街的繁荣 其实我只是这普通这数以预计的普通购买者之一 带着契机奔赴这场购物的party 所以这个广告还是挺挺挺挺拍的挺成功的 我我看很多朋友给我剪的啊 我之前在大概有半年前吧说过一句话我说 你说哪天我给天猫啊 就是这个天猫的广告什么的那牛逼的啊 失线了 行吧还好吧现在就是因为我也我也是一个比较喜欢购物的人 因为我比较宅啊我我就 就是我而且所以心里话我 也没有什么太喜欢的东西买法拉利吧我喜欢法拉利喜欢别宿这俩都买不起 所以这个我这个台词也说了我需要的绝不是高不可攀 而是带有烟火细细的温暖 你细心的排列我需要的不是高不可攀 法拉利买不起 别宿更别想啊 只如买眼前的这点东西就淘宝光光开点什么东西挺好的啊 有朋友说模型啊 我以前我以前在我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我说过我说我说我说您哥喜欢法拉利 大家朋友就有很多朋友就送了 朋友们不替你们送我家光法拉利模型就那个模型造四十多个 四十多个 他们都知道我喜欢的啊就没有一个送真策的真的是啊 送多钱送四十多个我家 回去我一拿回家我妈说 我我记得那天我放柜子里了 新收的 啊 过两天说哎你怎么又给拿出来了我说没有又新收了两个 谢谢朋友们啊 谢谢朋友们啊 这个别宿模型 对有送别宿模型的 但我很感动啊因为那个别宿模型是什么呢就是那种手工做的 啊里面还有灯那种的你们知道吧 这小模型里面还有灯然后有小床一小枕头啊什么那种的哈 我估计是他做的 我是那么想的啊 啊自己做的话就很有心因为那个东西我确实我以前做过 别看我可能很爷们但是我喜欢这种手工戏 这种手工戏 朋友们不瞒你们说我以前年轻时候我还 修我狮子修呢 但是我不想小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啊 但是喜欢一个女孩 啊小姐女孩 然后那个 我就先送她个礼物吧 你没钱呢有没有钱呢啊 连模型都送不起那个时候没钱我那送了什么 送的是心意最荣耀 送吗 送十字修 十字修送什么呢 我找了个地方把我的头像打了个照片 拿我的一个头像啊就 弄了个十字修的那个图片吧 然后我就 修 我没修彩色的啊你修过十字修应该懂啊 我没修彩色的修的就是那种专门戴衣的那种黑线那种的 啊然后 秀了一个自己的头像送给人家 啊 然后 也没接受我 他故意感觉小 小伙子 这小伙子 有病吧 被人吓死了 一个男生送女孩礼物送十字修 但是我想说的是心意啊 我觉得是心意 挺好 别出心裁对吧 啊 你们在场的男生我相信都想不到 别人想不到的东西你做了 那才牛呢 对吧 啊 非常好 然后呢 还有还有一年呢就是 就比较 也是比较早期嘛 就 也当时一个女孩过生日嘛 我就送了礼物吧 当时正常男人现在送什么 男人现在一个女啊 女孩过生日送什么 无非就是什么呢就是 要买个包包 要不买个衣服 要买花 买口红 买化妆品 买手机 买这种东西 对吧 或者哪怕没钱的朋友买是花 对吧 我不 我送了一个春天罐 还是一个小猪 小猪形状的春天罐 我送春天罐 我 不好意思 别乱花钱 真事啊 这是真事啊 其实不是抠门 那春天罐 25呢 抠门 闹了 坐着高看了 这次慢慢的学年 天里贴 贴出无限 就是我们 最富有的学年 把你的喜欢 太大方了 那个时候是因为穷真的是穷啊 真的没有钱 然后 买花学也能买写 我觉得那玩意没用 买花 疯了嘛 后来这个第2次送的礼物 我当时送的那个 送一个礼物 还包了个礼物盒给他嘛 送完之后还挺开心 打开之后 我看那个脸子就浪荡下来了 谢谢 我看着都不开心了嘛 第2天我先送点花吧 送什么花呢 我觉得送花这个东西 我也能送 也可以送嘛 我说那你喜欢花 就送花呗 对不对 第2年的我送了什么呢 送了一束那个白玫瑰 用纸做的 你们修好吗 你们没送过那种 没见过那种纸 纸做的那种花吗 白玫瑰一束 当时那那束花 相信是 250吧 好像是 一束纸做的白花 然后白玫瑰 A4纸 不是那种A4纸 就那种礼品纸 那种呢 大家都知道吧 那种 玫瑰花 我送给他嘛 我意思什么呢 就是 这纸饭呢 你家 你坏不了 你就摆床头摆在外面 摆十年 他也拉不了 是不是 挺好的 其实我觉得 白玫瑰颜色 白玫瑰很好 他这个做的不是像你们想的那种的 做的很好看的 但我也感觉他好像也看了 他好像不是特别开心 我这就是送了心意啊 送了心意 我听歌呢 摩登兄弟嘛 听歌就听摩登兄弟 对不对 然后我听听歌嘛 我一会想感受听听歌什么的 然后呢 我就当时就打开 我去看看评论 看评论里面都说什么 我就因为我想看看 大众对我对我的一个一个这个感觉嘛 对吧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什么 看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这个 这小孩说什么 说这个 原唱都没有收钱 你翻唱收没钱 这个小孩叫DJ虎坷少年 还有200个人点赞 就朋友说原唱都没收钱 你翻唱收没钱 我看回复是怎么玩啊 不要拿评论说 拿播放量说 说这个没有用啊 要不你说要不能哭狗 这个叫柠檬的肯定是我的人 因为头像是我 他搞无知的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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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胡在老乡有没有了 在这疯了 我想说什么 表达什么意思啊 有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啊 这个歌呢 这 这歌不是我这个 他收一千万 跟我一毛钱关系没有 这歌是人邓子熙老师的歌 啊 版权是在你手里 是吧 收费也是酷狗收 也是 邓子熙版权的公司那边手 跟我没有关系 我就是只有演唱权 你懂吗 我只有权利去唱这个歌 打个比方 明天有个演出 我说我想唱光年之外 我得 我得跟人邓子熙商量 我说 明天我要演出 我要唱那个光年之外 那个可以吗 我就得跟人商量 懂吗 啊 那当然 我就估计我要说唱个什么 他估计也说唱没啊 但是要跟你打招呼 这是版权的问题 版权不在我手里 对吧 那很多朋友不懂 很多朋友不懂啊 昨天我还看到一个 看到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评论啊 有一个别的歌手 发了一首歌 这歌手是谁 我忘了 我忘了 我当时反正发了一首歌 然后呢 他自己就在那个 他那个歌底边 留言啊 说 朋友们 你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啊 就是你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不知道怎么 反正就是那个话嘛 就说你们都 就在自己的歌底下评论里边 他等着别人回复他嘛 就有人回他 回他什么呢 那咱们是最好的朋友 为什么要收费 那咱们是最好的朋友 我当时觉得小孩说的很有道理 你给我愣坏了啊 发了首歌 那个歌手发了首歌 你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真的特别好 你们是我最最棒的这个什么玩意儿 然后有人回复他 那咱们都是最好的朋友 为什么要收费 朋友之间就这样吧 乐坏了 我当时觉得小孩说的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 所以有些东西不能不能说 你永远说什么 一定要小心 比如说我在这里跟大家说 我说 你们都是我的朋友 演唱会能收钱吗 我跟你们说 朋友们 我在场的这些粉丝 都是我的好朋友 那我有一个粉丝问 我说 那咱们是好朋友 演唱会还能收钱吗 朋友看你演唱会 你要钱 对 有道理啊 然后看到很多这个 当然我刚才那个评论 咱们过滤掉啊 我想翻的评论是什么呢 有很多 有时候我是84年的男粉 这个很喜欢 还有80年的 然后说这个 那个人说的非常好 那个人说的一番话 非常的好 来大飞哥 你谈一下 来 刚心许诺 他那番话说的是什么 我还真有点忘了 他说 我是一个80年的一个 中年人 就我听到这句话 我很不开心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说 因为伤害到屋的人 我是个80年的中年人 然后呢 偶然的机会呢 有一天刷头 你突然刷了十条 有八条都是您哥 我就慢慢地了解了 这个小伙子 越了解之后越喜欢 就是他的身上的东西 带给我们的 真的是不一样 让我感觉 好像就像年轻的自己 年轻的我也想过要奋斗 也有自己的梦想 可是我没有坚持下去 但我现在看到 这个小伙子 一步一步成长 一步步进步 我觉得 他就像当年的那个我 他去完成 我没有所完成的 那个梦想 所以我会陪伴他 支持他 一直走到 他成功的那一天 说得真好啊 我看到心里 特别暖 你知道吗 特别暖 为什么呢 我相信 在场的朋友 或者每一个 喜欢音乐的人 或者曾经 喜欢过音乐的人 或者你曾经 在学校做过乐队的人 都有自己的一个梦想 有很多人想当歌手 有很多人想当科学家 有很多人想当这个 其他的 可能和你现在工作 完全不相干的一个职位 但是 很多人因为可能 现实的原因 家庭的限制 就像当年我 我到那个 技校去上学的时候 然后我的家人问我 说你要学什么专业 我就 当然去之前 我已经学好 跟家里人保证了 我说我想学 我学个厨师吧 那个能吃口饭 但到了学校之后呢 我发现 那个学校里有很多 很多那个什么 很多项目 比如说 有美容美发 美容美发还分两种 一种是萨玛特类型 一种是正常类型 第二个职位 第二个选项是什么 就是职业学校嘛 职高嘛 大家都懂 第二个职位是什么呢 酒店管理 第三个 幼师 幼师大家都知道吧 幼儿园老师嘛 我开个召集令 稍等一下 第四个什么呢 厨师 对吧 有朋友挖掘机 挖掘机是没有 我去那不是 新东方 我不是那个 有的是幼师 有的是酒店管理 然后呢 就这些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音乐 当时我看到那个课 我就 哇 这个学学 还有学音乐呢 然后呢 我就跟我家人说 我说 想学 当然我家人 都对我特别好啊 我家包括我大爷 我姑 我姨他们都 其实都特别爱我 对我都 在我小时候 对我帮助也不少 但是 因为那个时候 我确实 确实 也没看出 我有什么音乐才华 也觉得因为 可能因为 家庭条件的原因 学音乐这件事 对我来说 不太现实 所以呢 我就 后来还是 学得出事 但其实我 我放弃了 算是 那个时候 算是放弃了 音乐的梦想 可能就和在场的 很多朋友一样 放弃了自己 当时的梦想 可能现在你做的事 和你最受的 那个梦想 比如说 你想当一个歌手 你想当个演员 你没有做到 但我希望什么呢 我希望你能认识我 我觉得 不用你多么的支持我 不用你说 你一定要支持我 来看我演唱会怎么样 我希望 我能够有幸成为 你当年的那个你 去完成你 当年没有完成的 那个梦想 你陪伴我 我不用你支持我 说看我演唱会 买我的什么票 不需要 只要你看着我 注视着我 让我代替你 完成当年的梦想 我觉得 就是我最大的荣幸 真的 说得真好 我也 有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是 蛮幸运的 这么多人 就很多人都会说 你凭什么火 这么多人 谁都比你唱得好 谁都比你 比你唱得好多了 比你长得帅多了 比你高的 又能唱歌的 确实不太多 他不提身高 这个问题 他哪怕提你身高 也说你脱背 是吧 你一瓶末火 就是那种 破网红公司 给你炒作的 他实在不理解 因为人都是这样的 人就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和 我和 大飞和阿卓两个人 他俩是我的 这个算是我的 这个手底下的 这个助手 员工 咱们公司嘛 我是法人 他俩是股东嘛 公司一共三个人 就我队长 他俩都是副队长 那种感觉 他俩跟着我吧 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就比如说 我开工资 我给卓哥开了 五千块钱工资 我说卓哥 那就是五千块钱 你的工资 那我再给你五千 这是你的奖金 卓哥就 一万 我有五千万工资 给我五千块钱奖金 太好了 谢谢小宁啊 但过了一会儿呢 他就会问大飞 你开多钱 大飞说我开五千 给不给你奖金 没有啊 啊 卓哥就会很开心 但是如果 卓哥问大飞哥 小宁给不给你奖金 给了 多钱 五千 哦 他最开始拿到五千块钱 那个奖金 他的那口快乐就没有了 对吧 但如果 另一种可能 大飞哥 你拿多钱奖金 奖金给了一半 卓哥都能恨我 他不会因为我给了他五千块钱奖金 你知道吧 给他五千块钱奖金 他会感谢我 他 人就是这样的 别人有 我也得有 别人没有 我一定要有 但是别人要比我有的多 哪怕我有再多 我也不满足 总结下来一句话 就是看不得别人比我好 你想象是不是这么回事 其实很多人的人性就是这样的 看不得别人比我好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对吧 我偶尔也是 有一天我发现 大飞哥长得比我高了 我就特别恨他 他基本不可能 他这个话呢 其实很露骨 但是这就很现实 就是人性都这样嘛 见不得别人比我好 那可能为什么很多人去 那么 钢琴没有人来个吉他也行 所以很多人就是这样的 你 比如说我和你都是平坏人 但是可能我 现在 过得比之前好了 我慢慢走向成功了 他就会想 凭什么 你长得 长得帅吗 不帅 别人比你长得帅啊 对吧 有很多人比你长得帅 有很多人比你唱得好 你平不红 红不了几天 所以我很了解这些人的心态和心情 但是我想说的是 能够喜欢我的这些男人 首先我一直在说 能够喜欢我的男人 这些男性朋友 我很荣幸 真的 首先这些人都很大肚 很大气 你们是脱离的那种 最基本的人性的那种人 没有妒忌 脱离了妒忌 真的特别有眼光 特别好 绝对是人中之龙 你可能现在过得很苦 过得很 鸡寒交迫 没关系 相信我 你有这样的心胸 你绝对能干成大事 我这句话放在这 你看我嘴开不开光 但如果你不努力 其实说什么也都没用 就比如以前我有一个 我看了一个笑话 说什么呢 就有一个人就每天就 拜佛 这个佛祖保佑我赚 这个纵彩票五百万吧 他每天都保佑 跟佛祖说 保佑我纵五百万 保佑我纵五百万 每天就是买那种最好的香 供我什么去上供 特别好特别好 每天供 供了十年之后呢 他就去问佛祖 我供了你十年 为什么五百万都没中 我心不成吗 佛祖说 你倒去买彩票啊 你都不买 我怎么让你中 所以我想表达是什么呢 就朋友们 如果你想成功 一定要先去努力 并不是在 并不是在那怨天游人 祈祷 所以希望朋友们都心胸开阔一点 人都有缺点 都有漏习 都有不好的地方 我也有我的漏习 我有我小心眼的时候 对吧 我也有小心眼的时候 但是尽量把就是尽量就心胸开阔一点 尤其男人 尤其男人 我觉得心胸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我 我该开玩笑开玩笑 但是我你看我什么时候 真正和谁发过脾气 没有 所以就谢谢 总结下来我想看到今天那个一个男粉给我留了眼 我肯定有感触就跟你们聊了一会儿 也谢谢今天在场这些男性同胞们 因为有的时候我可能讲的话题都是偏女性 比如说昨天我讲了很多面膜 很多面膜 很多这个护肤品的话题 可能没有针对男性去讲一些这个非常实用的健身器材 或者身体包养品什么的 你讲 但我想 有时候今天讲讲挂胡椒 挂胡椒 那还有我讲吗 我都没有胡子 开玩笑啊 开玩笑 我想说什么呢 就男性嘛 讲讲什么呢 对吧 讲讲男性话题 讲男性话题里讲什么朋友们 一定要讲到什么呢 护肤 我一直在跟咱家的男性同胞说一个事啊 以前经常说 说什么呢 我说男人一定也要保养自己 真的 这话不是我说的 是近东老师说的 我那天翻抖音正好翻到近东老师说的一句话 一对话 近东是谁呢 就也是个演员嘛 大家你老看那种电影就知道 他是个演员 男人 听我讲 一定要保养 你不要觉得男人保养 就这个词句 好娘 男人保养 什么 对吧 伪装者 对去那个近东老师 就 我跟你讲男人一定要保养 为什么呢 你只 你 就是 你 首先呢 一个人呢 一定要 爱自己 你连自己都不去打扮你 去付出时间的话 我觉得 你怎么可能去为别人付出时间 而且你只要精心打扮自己 你唯独要精心打扮自己 才会有异性找上门来吗 对吧 咱就拿一个动物界的孔雀来打比方 孔孔雀都每天梳理自己的毛 对吧 孔孔雀每天要梳理自己的毛 把这个瓶打开了之后 才能吸引母孔雀来过来吗 动物界都是如此 何况咱们人呢 对不对 你想象什么 你每天都不吸酒 不洗澡 你身上都带磁场 女人能接近吗 对吧 你身上都带那种那个像细铁石那种排斥那种感觉 离近一米就感觉又要排斥 所以男人一定要也要注意自己的个人形象 一定要注意个人形象 对吧 那咱们人还不不及孔雀吗 我说那个意思啊 那不是说咱们那个那个意思啊 所以有时候我讲那些护肤品 男性同胞你们也听了点 不要觉得无聊 第一你可能要用 第二呢 可能买给你以后的女朋友用 比如说今天宁哥给你推荐了一个特别好的这个 虽然我不给你推荐品牌 我只是说这个东西 对吧 对吧 我就给你推荐 我说睫毛增长液非常好事 哪天你就想 给女朋友买了吗 对 宁哥那些说睫毛增长液 我上网找了睫毛增长液给我女朋友买 完全不一样 你知道吗 比你送个唇钱罐 送一堆纸花要强 送个十字秀呢 你放不上 也没有那时间 我有一些都是反变韭才 欢迎大叔 欢迎吉祥 欢迎朋友们 欢迎小爱 还有乐乐 女王大人 小王大 Linda鹏 感谢 小王妈妈 乐远妈 还有我们Andre Z 四月 四月非常好 很感激 因为四月 大家很多朋友就是我想说 因为他们可能对我不太了解 有的时候我这个人吧 就 我不是那种 我不会那种那个人情世故 你知道吗 我不会 我是一个不会人情世故 我也不喜欢人情世故的一个人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他觉得 宁哥是不是 在装啊 其实不是的 我真的真的 你要有事求到我 我跟你讲 绝对好使 但我不喜欢玩嘴的那种人 我不喜欢跟你没事聊天 没事吧吧吧吧讲 但只要跟我说借钱呢肯定就拉黑 刚朋友说借钱 除了这个别人都 别的都行 好吧 感谢朋友们啊 谢谢朋友的支持 谢谢这个十二群会 我看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啊 什么现象呢 我特别感动 就是咱们每个真爱群呢 都有自己的一个 群标 这个群标 就是那个标志的标啊 对吧 我看都自己有群标啊 然后到那个微博上什么的 我看一堆少林寺的 一堆蛇精的 就是有好多就自己的这个 鲤鲤精什么 就那种 你知道吗 一堆妖精的 就我看自己 有专属的自己的那种 比如说他 微信头像是你自己无所谓 但你为宁哥去玩的什么 那个 欢迎普通啊 玩的那个那个 微博啊 抖音什么 你们头像都是那种的 一堆少林寺啊 我看那天 我那天我看我微博评论吧 因为我喜欢玩那个微博评论 然后呢 我就看那个微博评论 我就 这你们 约好了吗 一堆小和尚的头像啊 头像啊 我看这 少林寺组织这是 挺好 咱们现在多少个 多少个真爱群了 我都不知道啊 现在多少个真爱群了 最多是现在多 46了吗 已经 已经46群了 非常好啊 你想想 46个群 46个群 一个群是500人上线吧 对吧 46个群就是两万 两万三千 两万三千个朋友 每天给我做这一任务 多恐怖 你知道这两万三千人意味着什么 你知道我每当想到这个真爱群 我其实 有一次的痛苦 因为我每年我有个习惯啊 我这么多年了 我每年有个习惯 就是过年我 我会给真爱群的朋友发红包 我去年 咱们去年不咋地吗 就可能你们很多朋友没来 当时那个群里大概是400人吧 就一个群 真爱群就一个群 发红包 我都过年吗 大家都拜年 您哥过年好 我今天都发红包吧 对吧 去年虽然不是什么万 但是起码是个 是个这个这个 你们喜欢的人吧 发红包 我就发了一千块钱嘛 发完一千呢 因为那个红包 好像最多能发一百个吧 是不是 个数是不是只能发一百个 我忘了啊 就是我忘了 那个群红包是能发 最多发多少个了 反正我当时就发了一千块钱 发一百个 二百嘛 那就二百吧 发了一千块钱 发完之后 很多朋友在里边就喊 您哥没想到 发了一千块钱 您哥没 我没想到 心情好郁闷啊 现在大过年的啊 我想说 我这么一想的话 我再发一千吧 于是呢 我又又发了一千 发完之后 很多朋友说 您哥 我也没想到 您大过年 你别让我 别让我憋屈了 您再发 您哥 我没想到 哎呀 真的是沮丧 这过年这天 过得真不开心 我给我气的 我说那行吧 我再发一千 我就发了三千块钱 帮帮帮发了三千 三千 其实我想说什么 拿到你们手里 其实没有多钱 过年 抢个红帮 就是一个乐呵 你准备抢个红帮 过个年 买点 做头佑 那不可能 就是买个 就是抢个红帮 一个开心 比如说 像每年 咱们的支付宝 集服那个一样 集五服 你集满五服 给个五块钱 你给你开心坏了 你缺那五块钱吗 对吧 它其实有些东西 并不是说 这个钱的事 它是一个心情 每天我记得 那个时候 我还干嘛呢 集五服 那个时候 我还 每天回家 我家那一圈嘛 六户 挨个上人家 门上扫服字去 你就正好出来 人家都得报警了 都得 集服那个嘛 然后呢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iPad那个服 也能扫 上网直接找图片 直接就 各家躺床上去扫了 我他们 营告看到有服 这就扫 我不懂啊 我第一次玩 我还上一邻居门 去扫那个服 非常的尴尬 但我想说 我们这个钱包 就是个心意嘛 并不是说 能拿多少钱 但是朋友们 那三千块钱发完 我心里特别难受 你知道我三千块钱 我天哪 人很多人都有 我不知道你们 我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 就花钱的时候觉得 拿着 你爽 回家躺在床上 你沉寂下来 那一刻你就觉得 心疼 你知道吗 我就很心疼嘛 就非常非常心疼 这 怎么弄啊 三千块钱 这没了 我的天 我一千块钱 我也能成熟 三千块钱 后来我就想到个办法 我给大飞阿卓 一人发一条背信 我说 那个刚才我得去 资产群里 替你发了一千块钱 红包啊 阿卓 我刚才在资产群里 替你发了一千 我也发了一千 咱们有公平嘛 对吧 你有 我也有 我有 你也有 啊 这样 说完之后 我就等他们回复 大飞说 好的 但是我从他那个好的两个字 我能听出他的咬牙气齿的声音 好的 每天都没有这存在 也不知道要做些什么 有朋友说 今年过年不要红包是吧 确定吗 确定吗 不要是吧 有朋友说要 把那个说要的给我清除 再去 找到他 把他从资产群里给我请出去 看不清火候里人 真的是 我这样吧 我 我看我许个什么诺言 这样吧 到过年的时候呢 每个资产群 我都会发一个 祝福视频 比如说到了过年那个时候 咱们已经一百个群了 我会到时候 每个群都会发一个什么的 小视频 当然不是都一样的啊 每个群不一样 最爱一群的朋友你们好 我是宁哥 在这里呢 祝你们新年快乐 最爱二群的朋友你们好 我是你们的宁哥 而且一直入 最爱五十群的宁哥你们好 最爱五十群的宁哥你们好 就那个意思 这样你们能满足吗 可以吗 过年给你们拜年啊 宁哥在这里给你们拜年了 我再穿一个这个糖装 戴个小红帽的 给你这个弄个小便子 给你拜年 像那个赵太孔子那种的 要视频是吧 这还不满足啊 好请出去 咱们都很合理 我能给你 我一定给你 我给不了的 咱们就不适合 我不想求 我能给的 我肯定给 你说这个满足不了 不适合 性格不合 三观不同 来吧 大飞哥走一个 我去 朋友们 信不信 我抓在手里了 信不信 闻得太多了 我去点个闻箱去啊 好吧 我点个闻箱去 我闻得太多 就是恒健真的是太 这机器人闻得那么多 可怕 今天我在 我在朋友们 我跟你讲 可能这个 讲的有点尴尬啊 恒健现在闻的 还是很多 不像咱们东北那边啊 可能北方再北一点 那个特别冷了 没有拿回闻的了 啊 是不是 我我我今天 在那个 我们这个这个 片场上厕所 上厕所你讲 不是讲上厕所的过程 就是我想说 那个说那个 上厕所的时候 咱大家都 都上过厕所嘛 对吧 不可能说你不上厕所 你又不是皮球 对不对 我上厕所的时候呢 就我就 我就 我就刚一蹲下 发现一只蚊子 从我旁边飞过 我吓死了 然后呢 我就让自己保持自己 不是一个 稳定的一个状态 你懂吗 就 因为蚊子落到你身 你一稳定 蚊子就落 但你一直动 它落不上去 咬了五分钟 我出去了吗 走了 朋友们啊 我得点个蚊香了 只能点一个 我得点个蚊香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孤雅飄地 明流阿伯 想起来 昨天 想梅梦云 驾海水 心内落疲憊 谁说人心难在 欠个人爱 花开当着 只雪斋 青春最可爱 自己卖花则期待 爱恨我自在 只为人生不重来 要不放开怀 谁说人心难在 欠个人爱 花开当着 只雪斋 青春最可爱 白花则期待 爱恨我自在 只为人生不重来 要不放开怀 只为人生不重来 要不放开怀 摩登兄弟牌 文香 文虫一扫光 我先去等文香的这种 来找我代言了 我为什么一直在铺垫铺垫 我等他们找我代言呢 现在是 他也不找我 谢谢小白哥啊 谢谢小白哥 你要不找我 你真的是非常尴尬啊 我就等着 昨天为什么我说的面膜 就等着找我代言呢 现在就目的想多些点代言什么的 让我的兄弟们都吃饱 写西梦啊 西梦 MSA什么的 我英文不太好 欢迎我君哥 我君哥就非常好 君哥呢 我们认识很久了 君哥嘛 然后他年龄可能在咱们 那个直播这个直言里 年龄算偏高一点的 已经四十多岁高龄了 但我哥特别好 特别好 也全心全意的去为我们着想 我觉得能认识这样的大哥 让他们能够喜欢 什么的 我觉得真的是很荣幸 就其实 开玩笑吧 高龄 很多朋友我跟你讲啊 很多朋友可能对我还是不是那么了解 你知道吧 就像我昨天跟你们说过 我说我直播的这个说话呀 包括一些调侃呢 你只听百分之二十就行 记住这个数啊 百分之二十 多了你就单纯了 懂不懂 就你听你信其他的东西 你信太多你就单纯了 就是百分之二十就行 有的时候我说的话 其实就为了 为了直播的那个效果嘛 为了让你们开心嘛 对吧 我每天这个直播跟开会似的 跟你们说的都是 新闻那不废了吗 对吧 事实求是的新闻什么的 那不废了吗 你们也不 你们也不会开心 我就跟你们车会儿 车会儿皮 然后那个开开玩笑什么的 就包括我刚才说 北京会员会 叫北后嘛 我说 我看那个画面就像传销组织嘛 但我不想 谢谢小狐狸啊 我不相信什么呢 我不相信咱们家北后的那些人说 宁哥真讨厌 说咱们是传销组织 哼 不喜欢宁哥了 如果你这样的话 你就单纯了啊 咱很多朋友都 其实他对我不是特别了解 以为我说的话都是那种 可能发自内心那种的 其实就为了把这个话题 引出来用这种搞笑的方式 说像传销组织的 那个感觉是 其实我是想说 我很骄傲 能有这帮朋友 在背后 吃吃喝喝 我就我很高兴 这帮朋友在背后 能在的就很 很荣幸能有你们 在我背后吃吃喝喝 还不带到我 啊 想一笑啊 也希望反正 怎么说呢 就希望大家都 都在一块玩嘛 都开开心心的 啊 都开开心心的 就行了啊 啊 啊 有朋友说 还有还有人 在家我 我希望大家朋友都 稍微这个 不要跟我很计较那样的啊 你为什么呢 当然对我都很好 都很喜欢我 真心都喜欢我们摩登兄弟 那有的 比如说今天我提了北后 穿后不开心了 穿后不开心了 包括天后 啊 穿后什么意思 就四川后院会嘛 啊 天后呢 天津后院会嘛 广后 江后的 太后 太后呢 太远的那边吧 啊 山西太远 武后啊 武汉那边的 武后 啊 重后 是吧 相后 啊 奥后 奥后 是吧 奥迪迪嘛 是吧 单后啊 就是很 其他的不开心了 那么 那么不行啊 就是我就是打比方嘛 当然每一个 每个地区 每一个朋友都特别好 我想问一下你们车贴 已经收到了吗 没有关注这个事啊 啊 车贴那个你们收到了吗 在场有有有有 有车的朋友都到那个 呃 到微博的那个 咱们那个微博有一个 我还没有收到是吧 还没有啊 其实我今天晚上 我就要大飞哥跟进一下这个事 我看看这个怎么把这个 迅速的发出去 因为你们 我不知道你们刷不刷到那个抖音啊 咱家已经有个朋友 那天把连夜呀 发快递啊 啊 我也看满地都是那种快 他那个 因为发那个车贴嘛 就是 就一个那种像那种文件 文件 文件那种带那种的 啊 有收到是吧 所以慢慢的去发 然后呢 咱们如果 如果收这个车贴呢 当然这车贴都是免费的啊 啊 都是免费给你们的 就是 发快递那个 我当时我想问他 不知道怎么想的 哎呦 快递费很贵的都 啊 就尽量不要发 你发一千个就五千块钱 比如说五块钱的邮费 你发一千个就五千块钱 你不少 五千块钱真的是 给到我 我宁愿不发这个车贴 是不是 邮费自理啊 啊 邮费自理可以 其实我觉得邮费自理这个东西 我也心疼你们 因为 十块钱不是钱 是不是 嗯 行吧 那到时候就看什么 邮费自理 就是到负呗 对吧 全给你们游 顺丰格尔达 三十五块钱那个 给你还弄个保鲜 保鲜那种箱子给你装啊 啊 里边给你放两个冰蛋 一定要这个在长门下保持这个车贴 不要让他过期了啊 可以啊 飘了 咱们做就做最好的 之前我我之前我们很早啊 四年前 四年 算是四年前吧 做了一批T恤嘛 当时我们就做了一批那个后员会的T恤 啊 就当时我也觉得我们挺火的 哈哈哈哈哈哈 当时做这批T恤花了多少钱呢 呃 花了八千块钱 八千块钱做T恤 一件是成一件成本是 二十七块钱吧 嗯 一件成本是二十七块钱 加印那个字嘛 印MD那个字 然后呢做了四百件 我心怎么也能卖出去吧 哇我四百件卖不出去 开什么卖去啊 我怎么这么火啊 当年啊 当年啊 然后呢 就做了四百件 花了八千块钱 然后呢 卖多钱呢 卖六十八块钱 二十 二十七块钱进进货 就是跟你们都说实话嘛 二十七块钱进的货 卖六十八块钱 赚多少钱你们算一下 我算不明白 啊 六六六十八钱 二十四的也多钱 四十一是吧 还有算四十九的 你说你说你现在这样 你怎么以后辅导你家孩子上 上学 啊 你可千万不告诉你是妈妈啊 是吧 四十一还有四十四的 我妈呀都 咱都学历差不多我学的 你也学厨师的 估计啊 四十一对啊 四十一呢 然后呢 邮费是多钱呢 邮费是我们 我 我讲究的是什么呢 我这人就是有一个矫情 我用就用最好的 所有 发的快递 顺风包邮 二十二一个 马上这个邮费马上要超过这个T恤的成本 真是啊 四十一减券二十二十九 也就是一件T恤我能挣十九块钱 卖四百件 能挣八千块钱 我算的我当时算的可好了 八千块钱太厉害了 我卖吧 然后呢 七千六是吧 七千六是吧 你管他 四十五入嘛 后来呢朋友们 卖不出去啊 卖到最后啊 卖了我做了四百件嘛 卖了二百件 剩了二百件 就实在卖不出去了 怎么办 卖哥说那个 要不 我拿回家穿吧 因为那个 但是那个面料是纯棉的 我我买 二十七块钱成本其实不低了 一件T恤 纯棉的穿特别舒服 卖哥说要我拿回家穿吧 大飞哥说 对呀拿回家 我我家抹布没有了 我家我捡捡 擦擦桌子什么的 挺好的 纯棉的吸水 我说那都疯了吗 我说这样吧 咱们这样是 卖CD 然后呢把这个 这个 T恤就买一张CD送一下T恤 大哥 那也行啊 好 做五百张CD 这个CD 大家很多朋友手里还有呢 铁盒 做 我以为我做要做好的 金属盒 那个盒中间是个圆圈 下面是个CD盘 然后呢里边是张照片 CD 光那个盒 三十五块钱一个 三十五块钱一个盒 顺丰呢 二十二 这就五十五十多了 五十七块钱 然后呢里边那张碟呢 成本是八块钱 买克鲁机呢 平均背下来呢 就是 就是八块钱 四十五加八块 是六十四 六十四 再买那个克鲁 平均背下来是多少钱 七十块钱 也就一张CD 挣三十 定多少张呢 定六百张 三百张 咱们就做 就发三百张 因为四百卖不出去 T恤卖了二百 那咱们就定三百吧 二百起码能卖出去吧 剩一百咱们慢慢卖吧 啊 那这之后朋友们 卖了一百张 然后呢 现在我跟你讲 不瞒你们说 那个CD壳 现在还有三百多个 将近三百个 在我们直播间放的 那个铁盒 做了四年了 还在那放呢 啊 所以从那之后我就不想进香了 现在卖肯定是那个什么 现在卖肯定有人买 四百张轻轻松松 就卖出去 是吧 我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我想表达 还是欢迎某某啊 某某来了 我想表达什么呢 现在卖肯定是 那当年那个时候我们 不火呀 我们这种行为属于什么呢 就卖盗版CD呀 说白了那不就是卖盗版CD吗 对吧 那我们也没有这个歌的版权 我们就刻完就卖 那水 现在能卖吗 那不违法吗 那 当年卖没人管 其实 其实你们像你们很多朋友 车里放的车载CD 其实在网上买那种车载CD 那都是违法的 啊 那版权法的 是吧 那那都是用版 你刻完一张碟 包括好声音 有很多朋友 做歌车还有 还有几张碟 中国好声音的歌曲 放在车里 那都是盗版的 那属于 那都属于违法的 卖那种东西 有logo 有logo也都已经印上去的 只不过做的比咱的好 做的比咱的好而已 所以我现在要卖 只能卖那个铁盒 我说那个铁盒 我那个铁盒里边 上面都印着字 里边印着那种MD 铁盒 金属的 特别好 那个铁盒 你里边能装点什么呢 就男士呢 我觉得里边就装香烟 一个方方正正的铁盒 你一打开两排香烟 多帅 还能放大火机 女孩放什么呢 我跟你讲 里边是放口红 那个厚包刚好放到一个口红 你放放鸡排啊 扣啊 正好 铁盒也买啊 首饰盒呗 你还这么弄我回去回去处理吧 因为我每次我一进直播间旁边 放了三个大箱子都在那儿 我一进门一看 心里憋着 这 九千块钱还放在那儿 九千块钱还放在那儿 陆某铁盒修了 不能修吧 要卖卖铁盒 行我回去考虑考虑吧 考虑考虑 你说现在咱们都 都 往艺人那个方向走了 回去卖盒子 这种low的事我不想干了 我哪怕我穷死 我也不能这么干的 我现在我回去卖 把CD卖不出去 卖CD盒 可能这个所有的艺人当中 只有我们的兄弟这么干了 太low了 就是当然我现在 我们这个牌面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牌面一定是什么呢 演唱会 演唱会结束之后 哦 凡是买VIP座位的 送一个 对吧 我就是这个是吧 就送去完了呗 对吧 凡是参加我这个什么 那个那个 那个见面会的 送去完了呗 以后我都想好了 昨天我跟朋友说 我说我有点钱全买衣服了 全都买衣服了 没关系 搞什么演唱会 搞什么会 搞什么会 搞成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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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面会 咱就有个现场抽奖环节 奖品就是您哥穿过的衣服 对吧 我就送呗 奖品就送 就送给你们 对吧 宁哥 我衣服其实说几句话 都不便宜 是吧 所有就是怎么说呢 宁哥穿过的衣服 然后呢 从今天开始 昨哥每天一双袜子 穿完之后不洗 凡是去看演唱会的朋友 都有机会获得 昨哥的袜子一只 就免费送进门 现在弄一个袜子 掏手上 进去看 太可怕了 我一路看过千山河万山 我的脚 一场重口味的 重 迎着重金属演唱会 咱们重口味演唱会 整个演唱会大厅里 弥漫的一股绞臭味 然后呢你在里边喊 往后余生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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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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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够劲 下次你看演唱会的时候 第二次来的时候你就会说 嗯 就是这个味儿 好吧 谢谢海春啊 这我说的这个东西你就听20%就行 上上个月 嗯 有一次那个咱朋友给他送的 送些礼物嘛 就是用的 有天卓哥打开一个 打开一个 一个像什么东西 像那个唇膏那种东西 嗯 卓哥那研究半天 问我这是什么 我说我给你看了吗 我研究半天 后来百度了一下 独步止汗 止汗记 你们听懂了吧 啊 咱俩一个粉丝送给卓哥一个礼物 然后有点像口红那个样 打开了 打开之后呢 都说什么东西 打开一个时候 我上牌都给你查查吧 查完之后是什么呢 就是 足不止汗记 什么意思呢 就是涂着脚上 脚不出汗 啊 心真是够细的了啊 谢谢平淡生活啊 如果还有吗 就说个这个脚已经成为咱们 咱们这个莫登兄弟的一个梗了 一个特特点 也就是说莫登兄弟有什么好的啊 有什么好唱的也就那样 长的也就那样 但我们脚臭啊 我们记得说脚臭 大飞哥能喝酒 啊 行吧 自黑啊 其实还好啊 我们就是一直在自黑嘛 自黑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就希望就是通过这种自黑的方式 让你们开心嘛 对吧 你们看我直播 每天来了 你说些心里话 颜值的玩意 就你看看怎么 就再帅的人 说些心里话 就这么说 就 宁哥再帅 跟你过个三年 你也差不多了 对吧 你想一下 你可能你第一眼看到你女朋友 或者你男朋友 对吧 你刚 你可能你 大家都谈过恋爱嘛 你交了个男朋友 你可能觉得 哎 这男朋友好帅 你跟他在一块三年 再帅也就那样了 没有嘛 是吧 剩下来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那种 陪伴的情感了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吧 一辈子不过 一辈子都不够 我说 你们 你们就是客观的去想 你们现在太主观了 你们现在就有点碰瓷 蛾人 那不行啊 就什么客观的去想 再好看 那个就是 外貌都是 几百年后都会腐朽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灵魂 灵魂用英文怎么说 Soul 你看 看直播还能学英文 每天学一个单词 Soul 最重要的是 就是 有句话不是这么说嘛 有句话不是这么说嘛 beautiful的face 千篇一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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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utiful the face 是吧 你看看我还能学到英文 多好 每天教你们英文 是吧 你说有一天 我对歌手当不下去 我还能当个英文老师 我说散装呢 不是散装 这属于就是那种 论斤撑那种的 散装呢 散装属于小包装的 一袋一袋 比如说牛肉干 一小袋 我的就是到那市场 撑一斤牛肉干 买一斤 买五斤瓜子 大惨的那种的 正常的好一点瓜子 一袋的 散装呢 行吧 我觉得可以 有很多朋友说 有很多朋友跟我说 宁哥 其实我想说 我的英文不是特别好 但是你的英文 我现在听懂了 那有多不好 今天又一个 值二十了 不值两块 是 记住今天几个单词 花重点了 单词 so s-o-u-l so 灵魂的意思 以后你 很多朋友说 我不会英文 没关系 你出去门 就跟你朋友说 说 你就跟 跟你随伴 找到一个朋友 他跟你聊天 他跟你讲 你就说 其实都不重要 人最重要的 就是要有 so 你瞬间 你朋友就 哇 会对你特别崇拜 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人最重要的是 有soul 哪怕你多么的 有beautiful的face 你也不如有一个 intrusting的soul 很高级 谢谢小小小 小倩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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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倩啊 谢谢小倩倩 我刚才这个 我刚才这一段 是挺欠的 行吧 有某个唱歌吧 我已经很久 没有人就 提出这种要求了 我以前 我一直不 我跟你讲 我以前 属于什么呢 就是咱们还没像 现在这样 我平时在老街直播 或者在直播间里直播 我有的时候 其实我唱累了 我想休息一会儿 因为那时候 歌唱太多了 那个每天 基本二三首歌 二十首歌左右吧 然后呢 唱累了 我就会跟朋友聊五天 所有人说 你应该别聊天了 你快唱歌吧 想听你唱 想听你唱歌 谁想听你讲话 你又不是摩登兄弟 谁想听你唠嗑 你别唠了 你快唱歌吧 我们来是听歌的 听你讲的 现在没有用的在那 你看现在 现在有朋友 就大部分人都说 那个宁哥 我就是 相比听你唱歌 还是喜欢听你唠嗑 这个想 就是让我很纠结 到底是我 音乐这个东西 是重要还是不重要 我在他们心里 是一个歌手 还是一个段子手 哪个地位在他们心里更重 这是我所纠结的东西 单身情歌是吧 好 来 今天关锅节 给你们唱个单身情歌 好不好 我跟你讲 不会讲段的一个歌手 不能成为一个演员 单身情歌是吧 送给今天所有这个 给我一块 关锅节的朋友啊 当然现在朋友都过得很好 我会参加很多 不是妈妈粉 夏天也很幸福 我还得特别可爱乖巧啊 然后呢 单身情歌呢 也就是硬个景嘛 唱一首 单身情歌 来自林志炫老师的啊 我特别喜欢林志炫 真的 抓不住爱情的我 总是眼睁睁看他溜走 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 为何不能算我一个 为了爱苦心奋斗 早就失购了爱情的苦 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 而我只是其中一个 爱要越错越弱 爱要肯定执着 每一个单身的人被看透 想爱就别把相互动 找一个最爱的 深爱的 相爱的 亲爱的人 来告别单身 一个多情的 痴情的 决心的 无尽的人 来给我唱歌 孤单的 孤单的人那么多 困难的 没有几个 不要爱过的 错过的 留下的 单身的我 独自唱情歌 为了爱苦心奋斗 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 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 而我只是其中一个 爱要越错越弱 爱要肯定执着 每一个单身的人被看透 想爱就别把相互动 找一个最爱的 深爱的 相爱的 亲爱的人 来告别单身 一个多情的 痴情的 决心的 无尽的人 来给我唱歌 孤单的人那么多 快乐的 没有情歌 不要爱过了 错过了 留下的 单身的我 独自唱情歌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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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死我了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这个林荀山的歌 有个特点 就是都特别高 而且大家都特别好听 你知道吗 而且持续高 感谢叶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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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我们这个小白哥 怎么成功女皇大人 一起来给我们这个蚊子 新哥哥 也是老朋友 非常好陪伴 在关关节的时候 今天 其实关关节吧 这个就是 就咱们这个中国人 自己想出来一个东西 大部分是商家想出来的 就很多节 其实我想说 我感觉都是商家想出来的 比如像什么情人节 以前咱们只过一个情人节 但现在又过一个七夕嘛 对吧 有什么少女节 然后那个 现在这个 以前三八妇女节 是传统的一个节日 但是现在不叫三八妇女节了 叫什么呢 叫女神节了 改名字了 因为不太好听 三八妇女节 妇女这个词 可能不是那么的好听 现在都叫女神了嘛 三八女神节 对不对 所以很多节日我估计都是商家想 想出来的 为谋暴力 好 浩小浩 谢谢浩小浩 又开着守护 感谢兄弟 谢谢我们新妈哥哥 对吧 三七少女节 这以前哪有什么三七少女节 咱传统节日已经够多了 其实我想 第一是商家想出来 第二呢 是什么呢 就以前就是 可能是这些朋友就觉得 每个月是不是都应该有个节日 这样我就能有个假期的 是吧 一八摩登节 这个可以啊 这个可以弄一个 这肯定也是商家想出来的 一八摩登节 为什么一八摩登节呢 因为一月八号是我的生日 记住了吧 开玩笑啊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 今年我们是第一年吧 因为我 你看我在歪歪上 其实从来也不搞什么生日啊 什么中年庆啊 在这个直播间里 因为我觉得 不太想搞啊 但是我觉得如果现在我 要做艺人的话 一定要做什么呢 真正的生日会 线下的 你看那些什么 前两天我遇到那个谁 那个老师的 一个老师做音乐的 我说你最近忙什么呢 老师 他说 最近在搞那个 王俊凯的生日会 是吧 人家作为明星 他都会搞一个生日会 就是那种的 但是其实我不知道 他的形式是什么 我肯定 等我空下来之后 我要搞一个 要搞一个 我的生日会 我摘自己 毛园吧 那个时候说是王俊凯 那个时候是王俊凯 好久之前了 我想对 生日会 可以搞一个 其实我最关心是 他们生日会 收不收票 到底是收票形式 还是说 免费的 收吗 我不知道啊 就哪怕 其实我想说 哪怕他们不收票 黄牛也会往外卖的 我真的 我接触的这个圈子 我知道了 黄牛这个职业 以前总是说 爱卖黄牛泡 黄牛泡 黄牛票 谢谢小蓝猪 谢谢您爱啊 我以前总说 卖黄牛票 卖黄牛票 我以为 我以为是什么呢 我以为他的领域 只是在 火车票那个范围呢 以前说 黄牛黄牛 我以为他只是 在我的认知里 只认为他是这个 卖火车票的 对吧 大家可能很多人 跟我的认知都是一样的 就是 收火车票 我还卖那种的 但其实我太单纯了 这个黄牛设计的领域 其实最大的是 饭圈 什么叫饭圈呢 就是追星的 这个叫饭 粉丝圈 叫饭圈 对吧 其实他最 最广泛应用 在饭圈 他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 可以告诉你 你喜欢的这个偶像 何时 何地 到哪 第一 他可以获得一手的航班信息 包括这个人的座位 都会告诉你 比如说我在网上 我 我订了票 比如说我 坐的这个 50排 B座 他会在自己的 他这个 他有自己的朋友圈吗 有 在家有很多朋友 是有黄牛 那个什么呢 没信的 他会出出这个消息 航班信息 航班信息可以送给你 告诉你 他不会送你航班信息 但是他会告诉你 说比如说今天11月11号吧 说11月12号 摩登兄弟 刘雨宁 横电 到奥迪利 但他不告诉你航班信息 哪趟航班 哪个航空 他不告诉你 你要想知道 20块钱 然后呢 再加200 告诉你他的座位 有朋友说 你高座位有什么用啊 你错了 因为 比如说我坐在这 他可以学我旁边的座 坐我旁边 懂了吧 这个好便宜啊 怎么意思 他们就走个量 你知道那是什么机密啊 卖20 真的 我觉得不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吴亦凡好像是50 我才20 我爸说我把这个价钱给我邀回去 他那个价钱给我邀往去 我看到 我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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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还有什么黄牛呢 这是一个功能啊机票 啊在机票部分 第二呢黄牛是什么呢 你喜欢的这个爱的偶像 他何时何地参加什么样的综艺节目 太厉害了 什么时候出现什么 在这个这个这个什么节目上出现 啊就哪怕这个节目做的都保密 没有用 他一定会知道 而且在这个同时 他还富有卖票的功能 就是卖票 卖当天比如说 某东兄弟我去录金曲捞 好吧啊某东兄弟 11月12号金曲捞 录制票价 相谈 啊就黄牛就开始 卖这个票啊 卖这个票有朋友说你自己就是黄牛 真的没你发现 我能我怎么活不起了 二十块钱 我不可能我不可能啊 然后那个什么 你说这句话开发了我 启发了我 我觉得你看打个比方啊 比如说我搞演唱会 我跟大家说 朋友们免费 但你们买票 买不到 怎么办呢 只能到黄牛手里 这黄牛是谁呢 就是大飞鸽 免费的演唱会 我我我 我说的很好听啊 我因为我 演唱会免费 你想买票 到黄牛的买 黄牛就是大飞鸽 而且谁要卖的比普通演唱会 贵十倍啊 开个玩笑 开玩笑 谢谢椰菜啊 所以说就是这个 这个行业很可怕的啊 我就我才了解 真的是啊 完全没有任何的意思 有一天呢 前两天还有个黄牛 黄牛网吧 爆出来说 我要参加这个快乐大北营 说我四月 十一月八号 录制快乐大北营 网人买票 大家好多人 思命 王宁哥 你要录大北营了 我买票去了啊 我说你可冷静点啊 你可冷静点 你可别买啊 我都不知道这个事 但是这个快乐大北营呢 也是我非常想上的一档节目 非常想上的一档节目 希望有机会去见见何老师 我真的非常喜欢他 你朋友说我嫁都挺好了 相信有一天能上吧 希望有一天会上 但是 其实上这个节目也有 也有什么呢 也有区分 就比如说天天想上 说摩登就你上没上过天天想上 上过 但那又不算真正意义的上过 懂吗 你懂我说的意思了吧 上过天天想上 但那不是真正意义的上过 对吧 就是 去了就是 阳光彩虹小白妈 你是最强的 最棒的 最妙的 最发光的 两不住你哄他 你是最强的 最妙的 最娇的 最妖的 你就是 阳光彩虹小白妈 谢谢竹山新语啊 谢谢宋德伯剑 感谢 所以那又不算这个 不算那个真正意义的上 所以我想说 如果有机会上 我真的希望我是那种 嘉宾嘛 嘉宾 就是那种真正的嘉宾 当然上次 天下上也算嘉宾了 但我想上一个 就是真正的嘉宾 就是 我能在台上玩一会儿 做个游戏什么的 比如说什么 那种游戏什么的 你做一点 是不是 包括前一天 也有人联系我 说上跑男 说上跑男 当时给我开心坏了 我说太好了 我上跑男了 我的天哪 我 嘉宾嘛 不是 就是一个环节里边的一个 帮忙递东西的 我说那能行吗 可能会有两句台词 就类似像这个 快乐大美营上面那个黑衣人那种感觉 某个节目上面的黑衣人那种 我说那我不去了 不再想去 后来就极限挑战也找到我了 当然不是他这个栏目组啊 肯定是其他的那种 像经纪公司那种的 我们去不去 我说哇塞 我能见到张艺兴了 太好了 我宋雷黄博 我都特别喜欢他们 那个去了 也是一个环节里边的一个嘉宾 就是一个小环节 并不是参加节目 不是那个节目 就是一个环节 你懂吗 就比如这个环节 他们做游戏 我是这个环节的主持人那种的 打酱油的 我觉得去了 去了太好 我就 反正都没去 起码去了是嘉宾跟他们玩一会儿那样才是可以 所以说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有的时候 我躺在床上觉得就很痛心 在这个圈混啊 真的是很难 得不断的往上走 你才能 站在那个舞台的中间 我说你永远是旁边的 所以我还是 现在别想那么多了 潜心的向前走 就好了 我相信 我相信只要我通过我的不懈努力 我因为 终有一天我可以站在舞池的中央 给你们来一段杠光舞 不是 我说那个意思 就是舞台的中央 不是舞池的中央 舞台的中央 是那个 很瞩目的那一个 也希望你们陪着我能够 这个时候应该放 放一首歌了 等会儿 这个时候应该放个音乐 把这个话说出来 希望有一天呢 你们能够我一起 见证那一刻的来历 好吗朋友们 好 你见证好的 行吧 现在几点八点了 是吧 差不多了 播两小时了吧 差不多两小时 到两小时了 我已经早上起 特别早 五点半起来 崩溃了 今天我看 刚才我说的 看那个歌曲评论 评论里边 还有人说 网红终究是网红 没关系 没关系 其实很多人都会有 这个异样 谢谢 都会有异样的眼光 看我 或者是 虎视眈眈的 这个看着我 保下的那一天 我想说的 我能做的是什么呢 我能做的就是我 好好休息 然后呢 不是休息啊 休息 好好休息 然后好好 努力吧 看看能走多远吧 具体能走多远 我也不知道 那我就 尽我的权利 我不要让人生 有遗憾就好了 对吧 所以我希望呢 就是 你们都在就好了 休息 希望有一天 真的我 我这种人 特别喜欢什么的 特别喜欢 我真是希望 有一天 能够打他们的脸 我可以站在他们面前 问你 你不是说 网红终究是网红吗 说话呀 所以我想说 所以说我想说 我是不是网红这件事 我不去评论 但我 我也不评论 其他的网红 或者是你们 所谓眼里的那些网红 我不去评论其他人 但是我要求我自己 网红的事 我一件都不去做 网红做的事 我一件都不去做 所以我过得那么穷 我宁愿 因为我不赚钱 但网红做的事 我一件都不做 就这样 所以你就看就好了 我到底 我做的事 是不是网红做的事 就好了 我对得起你们对我的期愿 和期许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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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希望咱们有很多郑爱群 还有郑爱群 没有那个自己的头像了吗 有郑爱群 没有自己的头像 你自己检讨一下 我再开个召集令 你们把召集任务做一下 召集令没有自己头像 赶紧集体设计一个 然后呢 我就通过这个头像来 和你相认 你是哪个组织里的 谢谢这个北后 还有这个天后 这些组织的朋友里边的人 我就不一提了 你们也别急眼 要把这个 中国的省城市什么 全念一遍 我估计也得念到一个小时 我就不说 廊坊哪 那河北的 五后 什么我就不说了 就是大概 就一个代表性的城市 北三广呗 像快乐男生就 五大赛区嘛 对不对 北京赛区 沈阳赛区 广州赛区 上海赛区 成都赛区嘛 山东的 我再提一下 山东的 广后 好的 胃后 重后 行 反正你们 你们自己去弄个头像什么的 让咱们更好相认 也差不多了 我今天休息吧 因为我今天洗太早了 其实我特别困 我在直播之前 其实我在犹豫今天 开不开播的一个成分 就是我困 然后呢 我就 开播之前呢 我就 干了一杯咖啡 不敢喝红牛了 红牛因为那个 糖分太多了 我喝完 我怕我会胖 所以就 喝着咖啡 非常好 这个 无糖的还是 无糖的咖啡 然后呢 为了支撑一下 所以就喝了个咖啡 把正常直播 撑下来了 还行吧 今天直播还挺有意思吧 有的时候其实我状态 状态不好的时候 直播可能就有的时候 大脑会反应不迅速 不知道该讲什么 有的时候没有话说 然后呢 讲的话可能也没有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笑点 谢谢某某 天呐 感谢某某 所以就希望每天我的直播 都能给你们这两个小时 带来欢乐 因为大家每天的工作 有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生活 都很乏味 都很一成不变 大家每个人都一样 其实对于我也是 我的生活也是一成不变 对吧 可能你 我像我之前说的 你可能在没有认识 摩登兄弟之前 你可能每天下了班之后 或者是下了班之后 给孩子做完饭 或者是很多正常的上班族 下了班之后 看看韩剧 玩会游戏 看看这个美剧 看看这个电视剧 看看电影什么的 但现在又认识了摩登兄弟 你可以下班之后 看看我们的直播 对吧 看看直播 然后看看回放 关注一下我的抖音 看看微博里面说什么 其实他改改 其实不同程度 都改变一些朋友的生活轨迹 和他的生活方式 但我希望我改变了这种方式之后 会让你更加快乐 更加有朝气 然后会得到 获得的是轻松和快乐 开心 这些东西 或者是一种 很复杂的心情 我觉得这都是 我希望你能感受到的 我也是我能够带给你的 最多的东西吧 让你们还是觉得 就是认识我们摩登兄弟 这件事是一件很好的事 当然能有你们这些朋友 也是我们的荣幸 就希望咱们能够这样 有这种非常和谐的方式 一直走下去 有朋友抑郁症就好了 是你好了 我都要抑郁了 每天就想着怎么 你讲不断的 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那在这里 也祝各位度过一个 轻松快乐美好的夜晚 这一夜由你们之好 愿你们这一夜 也过得愉快 咱们下次直播 不见 不散 在这里 还没感谢呢 谢谢我们这个 谢谢我们某某 感谢ORACY 谢谢小白哥 谢谢怎么称呼女王大人 谢谢喜马哥哥 谢谢Ayumi 还有谢谢启元 谢谢果儿 谢谢兰尔 谢谢安德尔Z 谢谢摩登Family 四月 谢谢我们潘潘 谢谢西梦 谢谢文子 谢谢 新哥哥 谢谢婷子 谢谢宁爱 谢谢俩瑞玛玛 还有米雪儿 谢谢米雪 谢谢温诗运 温诗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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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这个美术老师 叫做这个 我们这个剧的美术老师 叫刘诗运 温诗运 谢谢海豚宝宝 海豚宝宝 谢谢妖精 感谢逗逗 还有月圆妈 然后那个 谢谢萍萍 谢谢吴爱奶茶 更爱摩登 谢谢帆帆李克奇 感谢一家宝贝 加一宝贝 狮子小齐 狮子小齐 我跟你讲 我看你的名字 就知道你爱吃撒奇马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有这种感觉 谢谢小辣椒 小辣椒 谢谢小一 还有我们竹山新雨 还有小一 还有柴园儿 还有空心菜 空心菜 录了个味 永不分离 很宁 谢谢我们小英爱宁 还有刘以涵 宁七 我们宁七 彩色情天 摩羯座的珊瑚女 珊瑚女真的 我觉得还挺 很好 因为她是我最早 我最开始 可能是咱们 火了一点的时候 认识的这个 这个朋友 到今天了 已经三个四个月了 她还在 就是那种 仍能让我有记忆点的朋友 谢谢西湖女 感谢吉祥 感谢大吉祥 谢谢小朵 感谢格妈妈 感谢李敏儿 感谢星杰 谢谢我的妹妹白杨 白杨就是艾蒙姐 感谢我们小狐狸 谢谢 两个小狐狸 小小可 我们这个雨点 谢谢林大鹏 还有粗爱西西 谢谢朋友们 在这里 祝各位度过一个 心酸快乐美好的夜晚 这夜有你们 真好有你们这夜 过得愉快 咱们下次直播 朋友们 不见 不思议 拜拜 晚安各位 好梦 好梦就是要梦到我们 拜拜 拜拜